今天惨了 老周开车没注意 这边有个线高 一下子刚刚碰碰一声吓死我们了 把我们车顶的空调外积撞下来了 这个问题大了 好了吧 你看你开车不专心 不是 它这个线高根本就没有 就是怎么说呢 我确实没看到 但是它这个导航也没提醒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啊 你没有设置是我们这个车的高度 对了 因为我用的是我的手机导航 水灵配件都散了一地了 今天这个日子不对啊 七月半 你看它2.2米 2米2啊 你这个开小菜开的 我是不是把这个转弯了 对啊 转弯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敲在 哎呦 你破坏公物了 好歹 这个空调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呢 这个损失大了 2米2啊 哎呦 这个外皮也被撞坏了呀 我告诉你啊 这损失大呢 这边前面还有没有 这边也露出来了 这边也撞了 现在问题严重了 刚刚我们在那个路口方向被撞了 然后只能硬着铺皮继续往前开 结果你看 前面又是一个线高的一个架子 我们想超近路 结果这边也有2.5米的 刚刚2.2米哦 你怎么过得来的 这个2.5都 那个天窗也被弄掉了 那个破掉的天窗 关键是我们现在走不了了呀 这个路已经出不去了 硬着头皮往前赶 看看前方这个高度多少 安全带起起来 好像近看也不高 2.5 2.5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你等会儿慢慢往前吧 硬着头皮 我看看能不能擦过去 因为毕竟刚刚2.2 你都能够冲过来了 2.5我想 吃什么 吃什么 我现在看不清哎 你先先往前开 过得去了 啊 过得去啊 过得去啊 我连离过也过不去吗 不知道啊我看不清 你再往前再往前 过得去啊 可以吗 慢点啊 慢点啊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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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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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是个啥东西呢 那上面已经被 已经被刚开的 哎 挺住挺住 不要过来 那上面有个东西啊 不是 最顶上有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线 啊 你你你 哎 太重了 那是啥东西呢 不是线 哎呀 哦 那是天窗的架子 天窗的那个 过来了 过来了 好了好了 你干嘛去旅游的 对的 问题大了 至少能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能出来了 嗯 你用这个干嘛 把这个 你看现在空调 挂在这边 万一开在路上 给给给给掉下来 把它轰住 这胶带有用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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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卡 多分级的 剪刀 先把把车开到这个维修的厂房里 哎 有这个棚子的厂房还比较放心一点 对 下雨也不怕 不然这天窗变成 已经在那大窟窿了 大漏勺了 开这个拖挂房车 技术很娴熟 嗯 很溜哎 对 而且专修房车 看见这个现场 天哪 像灾难片一样 这个为什么会撞出来了 这个为什么会撞出来了 哇塞 沾在现场 这是刚刚才 是吧 掉下来的 哎呦 这个也坏了 我看看这个顶部的受损情况啊 一个天窗没有了 还有换气扇 包括卫生间的换气扇也换了 需要更换 然后这个空调 空调 据说是可以修 哎 还有这个 这个 侧边调也换 其他的好像 居然 这个 太阳能板没事 好像电路都没有受受伤 好 好 好